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更多的人出了魔抗 出了复活甲 或者出了这个女武神的庇护之类的 可以做一个魔器 这个就是大概卡琳达现在装备别的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灰激的话当然是带法师 然后天赋点第一个点法强 第二个点这个法处穿透 都是增强前期的伤害 因为你后期伤害起来你肯定是能秒人的 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前期的伤害而定的 然后第三个是做这个主天赋啊 是这个魔法狂潮 每一下7%卡琳达四级三个技能 就能完美触发 这个也没什么好讲的 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个战场技能啊 我们选择带这个淘汰 这个技能呢 是我更新这期视频的主要因素 因为这个淘汰这个技能 又在上一次更新里面增强了 我觉得配合上卡琳达真的非常厉害 他这边可能是因为刚更新的原因 他这边写的还是英文 我给大家差不多翻译一下 就是说他的这个会造成 220到500的伤害 这个是跟随这个就是级别来的 大家就算了一下 大概这边要写220到这个500嘛 中间不是差280嘛 然后最高是15级 一开始是1级就说要升14级 就是说他280的伤害 也就是说每升一级增加20点伤害 应该这么算的 然后现在除了这个伤害呢 还会增加10%的 对方遗损生命值的这个正式伤害 而且这个正式伤害呢 还能无视对面的护盾 我们之前在马尔提斯的那期视频里面 曾经讲 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正式伤害 它是不能无视护盾的 就像上回我那个 那个马尔提斯大招 他不是正式伤害吗 打那个强增的残血的时候 他那个护盾 只是消掉了强增一些护盾而已 而这个淘汰的这个正式伤害 他是无视对面护盾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血量只有一点点 就算护盾有大截也可以直接死掉 这一点对于坎琳娜 这个收割型英雄来说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 并且被淘汰的那个目标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之后死掉的话 就可以返还40%的CD 它是90秒吧 返还40%的CD就是只剩下54秒 而且并不是一定要你拿人头 只要淘汰的目标 淘汰击中的目标死掉就可以 就是说你万一没拿到人头 这个CD也是可以减少的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 4级带淘汰和魔法狂少的卡琳娜 对满血的脆皮能够造成多少伤害 这边是训练营模式 我给我自己设置的4级 对面也是4级 然后4级的时候900块钱肯定是有的 我给自己买一个那个魔力法杖 就是可以加45的法强的 然后对面这个莱斯6就不买装备了 因为他就算买也是 肯定是买这个攻击装备的 他是不会买这个防御装备的 所以说他买买装备没关系 我只要把它等级收到4级 他就有一定的这个魔抗了 好然后我们现在连招过去 一技能开起来 大招A2A 然后淘汰 然后在这个魔法狂少烧啊烧 烧到只是这么一点血 大概15%左右的血量 也就是说你只要前期在4级之前 你稍微消耗一下他的血量 把他的血量消耗到80%左右 你就可以直接一套爆发秒掉他 而且几乎操作非常简单 也不讲道理 这个呢就是淘汰卡琳娜厉害的地方 你就是前期发育起来 你就是自己把局势变成顺分 然后就变成大家都会玩的顺分卡琳娜了 好然后我们来打一场实战看看 好的我们来看到这场比赛 这一把呢我们有一个莱斯利 然后人马哈里斯和这个 阿法感觉这种还不错 哎莱斯利怎么去中了 这个哈里斯也就好像很乖子去下楼了 感觉那行吧 没关系 他们俩不吵架就行 我无所谓的 反正随便打打嘛 我只要前期四级这边到了优势打出来就行对吧 先出一个这个法师反那个小法叔 这边草森林等一下 哎对面阿鲁中 可以啊两个中路都很有趣 这边哎 被这个东西刮到了 有点烦 不过他应该没看到我吧 哎这边过来 哎阿法空了一个二技能 我 我二技能也空了 被这个纳塔莲修理部有点烦 有点尴尬的 哎呦他两个一技能 哎这边你还是搞我一波 哎这个阿法二技能又空了 有点头疼 哎被这个凯莉一技能挡了一下 没关系没关系 问题不大 前期没关系的 你只要耗到凯莉 20%的血 到四级他就要死 你知道吧 哎我不扛我不扛 你俩扛你去扛 把阿法推到野怪面前 我是小脆皮 你是战士 你扛一下对吧 吃个野怪活个血 哎这个阿法干嘛 想去打野吗 别别别 去打野兵线就没了 还是稳扎稳打到四级最重要 这边找个机会 消耗他一波 哎这边他球又挡了一下 有点烦有点烦有点烦 没关系 找个机会 这边一技能看能不能过去 算了算了算了 不过还好免疫普攻没有被他消耗到 他又放个球 这边纳塔利亚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草存力多一波看看他会不会逼近 我们一技能过去他估计有二技能 先撤一波 骗他一个技能 这边来看一下钱多多 钱多多血还挺多的 没关系我们不管 我们再找一下 哎这边他又放了个球 他想搞我呢 没关系这边哦 一技能开起来免疫波普攻 先猥琐一波 对吧 只要找一个机会就行了 一个机会 那个1A2A 打过去20血 肯定能扣掉的 所以说我们不急 这边我们还差半级 这边一波兵线有时间过去 一技能A2A 差不多他把它护盾交掉 那他到4就可以直接死掉 然后这边二技能开起来 好差不多 我们在草里等一波 看有没有4 4级了 好你死了 一技能过去 打A2A淘汰带走 对吧 就是这么轻松 卡莲娜 不是跟我错了 错了错了 走了走了走了 一技能开起来免疫波普攻 哎呦他这边还有一个一技能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不亏 我们拿到了第一滴血 对吧 其实我当时感觉到这个 纳塔莲在旁边 但是还想打个野 不过不打野 估计我也逃不回来 所以说无所谓了 没关系 对吧 刚刚应该可以意识到 卡莲娜 在淘汰的伤害有多高 就到4级 你这个血量 肯定是要死的 如果说之前 什么带猎杀的卡莲娜 那个肯定是死不掉的 对吧 好我们这里来拿一个buff 不知道能不能拿到 没关系 哎拿到了可以 这个莱斯利5级了 我们这边来抓一下 看看这边中路有没有机会 现在我这边已经起来了 这边基本上没有淘汰 秒个半球还是没有问题 我先秒这个阿鲁卡多 哎我到了这个人身上 没关系 我们绕活绕一波 这边阿鲁追过来 我们先往后走一波 这边大招过来 一个平A 再个平A带走 这边被古矮德运力波 往后走一波 哎这边古矮德被控了 我想想过去能不能再收个人头 这边好像没有啥事 那行那就走 这边凯莉 凯莉应该回塔下去了 那我们就直接去下路清兵 把局势打开了就行 现在我已经拿到了三个人头 刚刚就是打了他们一波嘛 然后我们现在下路带一下 清完之波兵就可以回家了 淘汰马上就好了 五秒钟四秒钟 下回我就直接可以 我觉得应该可以直接秒满血了 就现在五级了嘛 而且应该是我的装备 应该是领先对面的 我现在两敲的经济 比最面最高的阿鲁卡多 要高两百多块钱 我们接着去上路 哎这边纳塔利要中路 那我们去中路清一下 兵马中路怎么没人了 阿尔法去中了 没关系我们都走过来了 把兵清一下 好然后四季之后的凯莉娜呢 就到处游走了 跟我以前的视频说的差不多 唯一变就是这个淘汰 就增强前切伤害 对面的凯莉 可能做梦都没想 哎这卡琳达怎么四季 就直接月塔不要秒掉了 哪里来伤害 不好意思我带着淘汰 哎这边阿尔卡多月塔 直接把他秒掉 这边找个机会 这边人马死了 这阿尔法过来 找个机会 这个应该也要死 一二一 大招带走 大招一 哎这边被他控一下 没关系 我们再等一波 一个一个平A 他勾一下我没勾到 这边如果他不回家 我们可以过去强杀一波 因为一技能可以加速 他好像没打得回家呢 我们这边吃口药 等一波一技能 一技能有了 过去A 被他控制波 没关系 二技能淘汰 直接戒掉 潜到人头 就你卡琳达打的时候 就有的人问我 哎卡琳达 我为什么大招突进去 人家对面就跑了呢 二技能杀不死他 你一定要先开启一技能 大招过去之后 马上A 然后再开二技能 这样子追着A才行 因为你一技能 接下来那个平A 是有减速的 如果你不开一技能 直接大招过去的话 就会就没有减速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刚刚打古尔德的时候 就先一技能 然后再 我怕秒不掉他 其实 因为我当时是那个 我忘记有没有淘汰了 好像有 但是我可能想省一下 这个淘汰 然后就先一技能过去 A2A 先消耗掉一波 我觉得差不多 在大招过去 就你觉得这种必杀的局 你不需要什么大招 先洗手 没有必要 大招留着抢人头 对吧 大招留着抢人头 可以先用一技能 A2A来消耗 就这么个意思 这边我们来看一波 先搞凯莉 过来这边一技能开起来 一个淘汰 直接带走 这边还有个大招过去 二技能一个平A 这边他开了个盾 交给你们了 我先撤了 如果这边大招没了 就把人头让给队友就可以了 那他们两个战士 他们两个 一个Alpha 一个人马 拿一个人头 肯定是没什么关系 肯定是很 没什么压力 这边这古尔德 应该可以直接死 一技能过去 大招A2技能 那个平A带走 不过这边一技能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这边已经八个人头了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已经八个人头了 我可以啊 就是人头狗 了解一下 四技拿到第一个人头之后 你就到处游走 或你就不大 讲道理 我觉得淘汰还真厉害的 到时候再开发一下别的英雄 带淘汰会不会也比较厉害 主要卡琳娜这个就比较无脑 四技之后就可以直接秒 没有什么操作可言 只要记住连招顺利就可以了 1 然后3 然后A 然后2 然后A 对吧 现在就是一技能开过去 然后大招 然后连狗键盘 就可以了重点就是先开1再开3 就开大招 这边我们先要打一波 这边先等一波下一波一技能 这边让他跑了没关系 我们再等一下 找个机会玩卡琳娜千万不要急 这边 这边智光都没蹭到有点烦 这边这个人马就直接进去了 我们这边他回塔了 那我们后面有个娜塔利亚 那我们过来找这个娜塔利亚 被减速率波没关系 我们这边直接大招过去 二技能 一技能一个淘汰 再个平A带走 被他被那个魔法狂招给烧死的 刚刚为什么直接大招过去了 一技能没有 因为我怕这个卡琳娜 怕对面这个娜塔利亚进草丛就 死了你知道吗 不是就死了 就隐藏掉了你知道吗 就隐身掉了 所以说我先大招过去 反正我觉得他肯定打不过我 所以说就无所谓 因为我当时一技能CD还没好 我怕他 我待会大招进去 大招追不上他 进草丛了 等我进草丛的时候 他已经隐身了 然后给我打个沉默 那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说我就大招先进去 先逼迫他没法隐身 这边找个机会 感觉没什么机会 对面凯莉因在这边 我们吃口药 往这边绕一下 要么先去打个野 不知道这凯莉是回家了 还是这个哈里斯还在这边蹲着 我们哈里斯 这边可以来搞一波这阿洛卡多 反正队友在 一技能二技能 先软红绕一波 没关系 等待队友拉开 这边再大招过去 突击你直接带走 对吧 这就是你杀这种战士的时候 阿洛卡多你其实单挑的话 你是单挑不过他的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队友的话 你不要轻易的去上 除非经济拉开两三千之后 随便你打 但是刚刚这种情况下 我单挑肯定是打不过他的 我先用一二技能 就拉开 就弄了一波 他也被我减速了对吧 那么我先绕一波 因为阿洛卡多他的位移 并不是特别多的 所以说我自信 我一定能跑掉 然后呢都有队友来了 大招过去收个人头就行了 你千万不要看到阿洛卡 直接大招过去 那你可能就死了 而且杀不死他 跟我意思吧 好我现在这边闪定权杖已经出来了 这边他们感觉 感觉不太好打 身边哈里斯死了 莱斯利不在 莱斯利还没复活 这边纳塔利尔一技能看起来 免一下普攻 他知道打不了我就走了 二技能破给你 没破到 那我们绕一下 这边准备一下 再等一波一技能 再等一波一技能再进去 大招 这边没收到人头 我大到了一个 那个新英雄上面的 那个什么麦西塔尔身上 就不好打 这边撤了撤了 没大好 刚刚摊了一波 就没有 其实是我没有时刻注意 对面那个 就是战场的动向 这边先不管 先过去一二技能淘汰 直接带走 这边凯莉 我们等一下一技能二技能大招 我感觉打不过他 没办法 没办法了 这凯莉二技能 这个配合上被动还是挺弹的 好像刚刚打这个阿鲁卡多时候 不应该交淘汰了 应该我们俩双碍够了 打凯莉的时候再交淘汰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莱斯利 怎么回事 一直在 他被麦西塔尔抓了 被勾了 关键他一直在打野 清兵 没打过团 但是我觉得杀不死 这个新英雄就是很傻 就傻傻的 你看他做的是纯输出装 而且这个经济也挺好的 但是就杀不死一个莱斯利 如果你换成 马尔提斯 莱恩洛克 或者 那个什么 阿尔法 或者 拉普拉普 甚至路比 就可能都可以秒掉了 都可以秒掉我们这个莱斯利 但是 这个麦西塔尔不行 哎呀我们这边 冲动领薄 不过没关系 把奈塔利亚换掉就行 对面纳塔利亚是最肥的 这边凯莉也死了 以为我死换掉两个人头没关系 我主要是不想让那个纳塔利亚再进入草丛 就会比较烦 对我们的后排就会有比较大的威胁 就直接就进去了 但是可能因为他那个二技能也是能够免疫普攻的嘛 伤还没有打拳 这边 说实话 这个新英雄 就是我目前 就是研究的是出坦克装 配合法师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再过两天把这个新英雄的视频做出来 就这边 淘汰更新了之后 我觉得淘汰卡琳达可玩 而且感觉 就拿人头 拿起来挺爽的 也挺厉害的 就去匹配设计吧 感觉真的不错 所以说先给你们做一下这个视频 大招收掉这个人头 这个视频做起来比较容易 对吧 因为随便打几把就都是素材 那个麦西塔尔的话 因为我出肉装嘛 就不太好打 素材就不太好打 这边先把兵清一下 这边大招过去 他闪现掉了 那行 还费了他一个大招 可以可以不亏 这边看一下 找个机会 绕后 清一波这个 我这边好像被他看到了 那我过来打这个纳塔尼 可以啊 阿尔法 把纳塔尼要反杀掉了 我以为他要死的 这郭尔德 还在这边 那我们过去准备 直接大招二技能 你还在这边不回家 闹呢 跟我 小拉蒂 我们这边去下路清一波兵 这边有个野怪 先打一下 上路 这边麦西塔 有个看看能不能 反正他出的是 纯输输转 直接大招过去 一技能 哎 这边被运一下 一技能淘汰 淘汰 他出的输车 就他没出肉转 在我原理就是个随便 这边凯莉放了一技能 就走了 本来可以大招直接过去的 这边我们想一下 一技能 哎 这边被阿鲁挡了一下 就走了 就大招过去的瞬间 就是前半秒钟 这凯莉要只能回撤了 然后阿尔卡都刚好一个一技能 跳我脸上来 大招大的阿尔卡都身上了 那我们肯定秒不过 秒不掉他了 那个打了一套就赶快走 哎 爸爸给我啊 可以可以 我们先回个家 没来了 哎 这边他们打起来了吗 要 没打 他走了 走啊 撤退啊 这个人马 好吧 没关系 哎 我们这人头好像没有很顺 23比23 我才发现 我拿了14个人头 队友都是 队友都是 阿不过也不怪他们 卡琳娜肯定是比较好 拿人头的 这么你既然拿到人头 你就要把这个伤害打出来 这边我们找一个机会 我们来秒 试一下 秒这个满血的 伯尔德 大招过去 二型的A 淘汰 直接带走 对吧 这边一个麦西塔尔 应该也可以秒 哎 这边阿勒卡多来了 往后撤一波 对着阿勒卡多可能就不好打了 因为 哎 这边那台利亚在追我们的这个 阿尔法可以搞一波 就大招过去 阿尔德 这边我要死了 再大招阿尔德 哎 哎 我这伤害可以啊 差点换掉一个 啊 不过这麦西塔尔被莱斯利塔尔都锁定了 应该也可以死 好 我们这边伤害完全打出来 一换四 完全不亏 郭尔德是一开始被我率先秒掉满血 这在你没有 就淘汰没有增强的时候 你想要卡丽娜就算到后期 你想要三个技能之间就秒掉一个人也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现在成为了现实 这就是淘汰卡丽娜厉害的地方 而且你发现 诶 这边淘汰了 居然只有四秒钟了 马上cd就好了 这就是恐怖之处吧 对吧 这边我经济已经一万块钱了 这边装备最后做个那个诱火血雨吧 做精神 感觉对面没有什么让我做精神的 什么什么技能开起来就搞精神感觉没必要 不过我们这边塔好像还挺劣势的 刚刚他们下路推了一波 中路一塔卷还在 清一波 卡清掉 诶别打呀 他们怎么又打起来 那我们过去看一眼吧 现在队友打起来了 两个大招都开了 那行 我们就过去 一技能大招收掉 这边麦西塔尔在 大招 1A 二技能一个淘汰 诶 我感觉我要死 诶 有点烦 刚刚被那个东西搞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诶 可以 诶 可以 可以 这兰斯蒂突然雄起 打得不错 夸奖一下 刚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杀掉那个麦西塔尔 待会游戏结束了 我看回放看一下吧 没搞清楚 我好像什么技能 我哪个技能没打中吗 可能是 感觉他应该可以死 还是他护盾出来了 被我瞬间打破了 我没看见 哪个 哪一波我失误了 诶 这边 这怪的在干嘛 自暴自弃了吗 已经 可以啊 这边我死了 又换了一波团灭 这边Alpha在单挑领主 已经能开起来 加速 感觉他们两个都挺残的 那蓝斯利经济级不够高了 这个蓝斯利就一直在打野 一直在打野 你知道吗 一直在打野秦银 每次团战他都不来的 没关系 不过他现在伤害已经起来了 那就无所谓了 拿一个buff先 这边我们就找翠皮秒就可以了 这边人马 这个人马是开着二级 蹲在这边吗 你当对面是傻的吗 那没关系 我陪你蹲一下 诶 这边蓝斯利要死了 那我们蹲一下 这边兵他肯定要来清 他现在进草丛了隐身 我们看不见他 就等他出来 他肯定会来清兵 和哈里斯在这边埋伏着 先等到他 诶 诶果然出来了 他这边来秒阿尔法 不好意思 我们都在这边等着你呢 直接秒掉 你人头拿不到无所谓 反正刚刚那个时候 肯定不用开淘汰了 我们三个人在呢 对吧 不需要什么 为了抢个人头 开个淘汰 那没有必要的 反正又不是团战 我们并不需要 一定要刷出人头来 现在我们技能好了就可以了 没有阿鲁卡多 感觉可以搞一波 对面下路已经开起来 一会儿学义做出来 感觉最后一波应该可以 问题不大 一技能过来 想找一下凯莉 这边凯莉残血了 但是好像追不上 那我们没关系 直接来搞噶尔卡多 这边往后撤一波 再大招进入 二技能再大招进入 直接第二个淘汰 秒掉 没有助攻的 就是靠我一个人伤害 秒掉这个满血的麦西塔 那这边应该是问题不大 这边还有凯莉 我们一技能 一技能 等一下一技能开起来 大招二技能 带走 那这一波应该是直接拿掉胜利了 我们破掉水晶 成功获得胜利 这边呢 其实后期的思路都跟我之前做的视频差不多 就把四技之后就开始游走 找这个60%血以下的人 抓就可以了 就是前期一个一血的这个问题 你大概淘汰之后 在四技之前呢 先用这个二技能 消耗到80%血以下 然后到四技 直接就一套秒 丝毫不讲道理 好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